除了电影方面,我对时尚方面我不算有所设计,我就是很感兴趣。 诶,我说这是模特吧,谁说不是呢? 出门了,然后今天这个可能口红或者什么的跟我这个衣服不搭,我就会很难过很难过。 这是你专门是买的还是? 这个是古着,就是古着就是那种算是二手的衣服。 古着是什么? 古着就是说实话,其实我对这个这个定义也不是很了解,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说是vintage,但其实就是二手。 就可能有一些是有年代的。 就是古着是vintage的中文翻译? 差不多,对。 在中文来说就说古着。 然后还有这个中古这个词,但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时尚。 我觉得古着比较高大上一点。 对是吧? 古是古老的古,着呢? 着就是着装的着。 哦,古着。 主要是指在1920到1990年左右生产出来,且具有品牌风格的物品,通常都很有价值,价格也比普通二手服饰来得高。 如果中古店里看到1950年的Hermes,也可被称为vintage。 原来蛮简单的两个字。 就跳锁市场有很多这种衣服。 然后我这件事去纽约的时候,当时去纽约想看学校。 然后当时在那边逛街买的,就是我很喜欢买这种二手的衣服。 但其实也没有便宜很多。 然后大家如果看一下那个新童的那个Instagram的话,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就是很时尚很前卫的照片。 谢谢,谢谢。 就是怎么说一个是,其实除了电影方面,我对时尚方面我不算有所涉及,我就是很感兴趣。 然后其实我在本科的时候,那时候还上最后一年的时候,大肆认识我现在的房东。 然后他也是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当时他是一个服装品牌的算是老板吧。 然后他自己也设计,然后他就找到我想让我给他拍拍照。 一开始是,一开始想让我做模特。 然后但是我有点胖,我比他,我比他要胖。 我现在瘦了呀,现在比他瘦了。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他想找一个比他马术更小的一个模特去穿那个衣服。 嗯,然后发现我有点胖,然后后面就变成我给他拍照了。 就你来帮他拍,是他做模特。 对,我给他拍照,或者我找模特给他拍,或者他找,就是这样。 通过给他拍摄这些东西,我就认识到了挺多,就是也不能算是high fashion吧。 但就是做fashion相关的一些朋友。 然后我自己就是本来就对这个东西就很感兴趣。 可能我妈就是比较爱穿的一个人。 她就是她有很多衣服。 你会穿她的衣服? 我会,我很喜欢她的衣服。 是以前,现在还会穿的? 现在就一般了。 有一些她的。 在小的时候觉得她衣服很漂亮。 对,我小的时候就对那些衣服啊什么的,就对美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就是什么这种,然后。 你这个我觉得不光是美了。 你就是更多的还有一些蛮艺术或者特别的。 初期的话其实就是觉得好看。 然后后面才养成自己审美。 我妈就是不让我,就不给我配衣服。 她说你要自己配。 然后她因为她觉得我事太多了。 她懒得管你了。 对,我小时候事特别多。 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给我梳头吧, 如果头发上有一个包,我就不,就是你懂吗? 就不是完整的那种平的。 我就会觉得很那个什么,就是。 很纠结。 对,我虽然性格蛮随和。 但其实在某些事情上,特别的就是抓。 就比如说出门了。 然后今天这个,这个可能口红或者什么的,跟我这个衣服不搭, 我就会很难过,很难过。 就我是月亮处女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月亮处女座就是涉及到这个占星。 能想到。 对,就是很吹毛求斯在一些点上。 但是,但其实交往上面还是,还是OK。 就还好,还好。 Instagram上的照片,那都是你自己去找的衣服吗? 是的,是的。 自己喜欢的。 其实很多我后面拍的,就是我有拍过两个广告。 然后,当时是一个口罩广告。 他们是要那种。 口罩? 对,是国内的一个,好像是39制药的,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有点特别的设计,有图案那种。 对,是那种街头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那导演特别看重我。 就是,好像也是因为,就是我朋友给他吹了什么耳边风, 说这个女生很不错。 然后,当时导演就是那种跟那个广告商就说, 我们亚洲面孔必须要一个女生。 然后他就觉得我很适合。 然后当时就是,其实那些衣服什么的, 他有帮我去买一个背心。 然后就是,但其实大部分其他的都是, 我自己的衣服,还有我朋友的, 就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我都带来了。 然后,我就是那种,就是去演戏也好, 或者拍广告也好,我会自己带一整个衣柜去。 我全段时间拍那个Aperture的那个,是怎么念吗? Aperture,我的这个英文不是很变好, 是什么呢? 那个灯具。 可能就是DP会比较知道那个牌子, 我去拍那个广告的时候到时。 OK,OK,我知道。 Aperture,是一个A字的。 对,不是Aperture,是Aperture。 其实我是带了好多衣服去, 然后,因为他们请那个,就是Stylist, 是只要求他搞一个很时尚的那一段, 但前面其实也要一些搭配嘛。 然后,我那个衣服什么的, 包括有一些演员的项链, 还有他的那个Hoodie,都是我自己带去的。 然后,我觉得还只有成就。 所以,以后只要你拍什么做模特的话, 就不用担心那个。 对,对。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Stylish Assistant, 所以我就是也会Style别人。 然后,当时我就带了一条项链, 其实我想给自己用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新买的, 好像是什么, 英国圣马丁那个设计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 在淘宝上开的这么一个旗舰店。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设计特别好看, 我就买回来, 其实我就是想自己带。 但是, 但是就是觉得里面有一个男孩, 特别适合那条项链, 然后当时反正就给那个, 就是造型书, 我说你给他用吧, 我这个, 我这个脖子上已经太多东西了, 就真的很合适。 就是, 对, 那个男生表现力超级好, 对。 刚才我们说你的这个鞋杠已经够多了, 这又是另外一个。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有看你的朋友圈了, 我一看, 哎, 我说这是模特吧。 谁说不是呢? 其实说实话, 就是模特或者什么都, 我都不算是模特了, 我都没有去。 我觉得你蛮有这种, 就一看你, 我觉得对你不了解的时候, 可能会更加, 呃, 觉得你是个模特。 就是, 我觉得这是对于导演和电影人的一个偏见, 因为其实我, 没有, 开玩笑,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懂一点时商。 对, 应该, 肯定是应该懂一点的话, 懂的话没有问题, 没有, 绝对是加分的。 但是我, 我就算了嘛。 没关系了, 没关系了, 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跟个人, 个人经历有关系, 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特别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我也没必要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我更像一个导演, 或者更像一个电影人, 我就去把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除了电影这一个身份之外, 我还是我自己嘛, 就是这个是要表达个性的, 我觉得人就是表达个性, 就是也不能说太过分, 但是, 但是要适当的。 就以前的词来说, 就很多, 就千变, 嗯, 还好啦, 其实我跟我的那些很, 很时尚的朋友比起来, 就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学纯意的嘛, 然后, 哇, 那个眼妆化的, 我是, 我是做不到的, 我就是在我自己范畴内, 还是哈利老师比较这个捧我, 就觉得我很时尚。 是, 你拍出来的东西, 并不是说那种, 啊, 很刻意看出来, 摆拍, 就, 我说我不懂嘛, 对吧, 但是我能看出来舒服, 对, 或者是那种, 见赏或者品味吧, 我觉得你是有这个品味的, 毕竟选美术, 可能是, 多少就是我, 我不懂现在的一些搭配, 或者说我没有去实践过, 我说不出来那些东西, 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词, 我都没听过, 但是就是说, 不是好的东西, 好多东西的话, 你会看得很舒服, 谢谢, 好开心, 我完全, 我相信,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那个, 我们放在这儿,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如果是我看到你的Instagram, 肯定是, 没有想到你是, 也那么多, 各个部门都做过的一个电影人, 可能会是, 我什么时候找你做模特拍照片吧, 也蛮好的呀, 因为其实我觉得能感受到, 我觉得其实做各种不同的职业, 有一些电影人, 他是觉得说你, 我作为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我就应该就是一直做这一件事嘛, 但是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很多东西可以感受, 就是, 不管我是做, 我去做Stylish Assistant, 是给一帮就是很网红那种, 就是很, 有很多粉丝的那种, 美国本土的那些很漂亮, 长得都像Barbie一样的那种女孩, 给她们系鞋带, 然后给她们就是烫衣服, 就这种我也做, 然后, 也有自己站在目前去表现的这么一个, 一个机会, 所以你会感受到, 你有走过T台吗? 哎, 不算是就是那种真正的T台吧, 就是, 就是如果叫你去上纽约时装周, 那我应该不行, 我不知道, 我觉得, 如果是那种什么路边拍一拍还好啦, 就是如果让我去走秀, 我首先身高就不够, 然后, 他们是要走秀模特是要一米七五往上的, 我才一米七, 但我现在觉得, 这个可能是我不了解的方面了, 我觉得就现在的, 就艺术也好, 实装也好, 是不是走的更多, 对, 对, 更多不一样的, 但是高阶的话, 就是像, 像Fashion Show, 比如说什么, 呃, 什么, 我也, 我也不清楚, 每一个, 每一个走秀它的档次都是不一样的, 在, 在他们的这个时尚圈里面, 嗯, 然后, 我觉得真的可能算秀场的话, 那要是那种就是品牌, 大品牌的真的去走秀, 他们可能顶多Diverse的点在于, 请一些明星来, 然后真的在走秀的还是那一套模特, 就是没有怎么变, 啊, 啊, 还是那样的, 其实, 其实在模特, 就是模特或者是目前就是, 呃, 演员这方面啦, 其实我都没有特别, 演员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演员还是能学到东西的, 呃, 像模特这方面, 其实我没有特别的去把精力放在里面, 好, 我们斜杠斜杠斜杠到这, 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斜杠, 我们可以继续聊, 继续聊, 以后再看, 多来关注哈利的节目, 哈利wood, 哈哈哈, 我以后呢呢我不会做了吗? 我以后呢不知道是在龙面上小洋之后,